欢迎收听联合早报播客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在1990年国庆群众大会说 50年后的25年后的新加坡是怎样的新加坡 很难预测的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预测25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 是不是有和平共处的一个世界 或者强国亚小国的一个国家 1990年8月26日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最后一次以总理身份 发表国庆群众大会演讲 有别于往年 为什么李光耀以华语演讲收场 为什么他语重心长地呼吁新加坡人要团结 不要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 联合早报播客系列还是应道理吗 邀请嘉宾一起回顾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讲 这一期的主持人是联合早报执行总编辑韩永梅 今天的嘉宾是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的前总编辑 他更出名的身份是联合早报的前总编辑 也是我之前的总编辑 欢迎林润君老总 谢谢 老总我们现在称为老老总 因为以前我们叫你老总 现在你退下来了之后又有个老总 所以我们就称老老总 所以我们比较习惯称老老总 让我显得更老了 不会不会 老在中文字里面不是年龄 是身份 所以叫老师吗 只好接受 您从1995年到2011年担任联合早报的总编辑 当年您曾经多次受邀到总统府和李光耀共进午餐 大概从他总理到他资政都有跟他一起吃过饭 所以在交谈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实际上我是在1993年就执行早报总编辑人物 在职位上在1995年也才confirm 跟他的这个你讲交往吃饭 主要是在1988年跟他访问中国的时候 开始了 那是个重要的访问 访问中国之后 那么接下来就是再访问欧洲 苏联 那时候还是苏联 日本 马来西亚等等 就在他卸任之前 好像这些国家 那么就开始熟悉 开始要我去吃午餐 就是他还在担任总理期间 那么一直到这个他卸下总理职位之后 还是一直有接受到他邀请 通常他会跟你们谈些什么 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很接近群众 接近社群的 而且他经常也有一些继承领袖 会跟他反应 通常他跟媒体人 他问的是一些什么问题 我看也是主要 就是想从我们口中了解 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那么毕竟华文报 也算是华社一个重要代表 一个重要机构 他也想了解我们对一些问题的态度 我们的想法 毕竟我们是媒体 他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想影响我们 或者向我们了解他的一些看法 他对国际课题 国家大事的一些认识 很多人印象之中 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很严厉的人 你们去跟他吃饭的时候 会不会有点战战兢兢啊 第一次我是有点担心 前人都知道他很出名 就是很严厉的 他甚至会骂人 这个是我们的印象 我相信到了我那个时候 我没有这样的一种经验 就是可能之前 华文报的认识已经处理过了 他已经是相当稳定的状况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 他业的饭局 他是喜欢华文报跟英文报分开的 可能要练习他华语吧 是讲华语的 所以就没有英文报的高级从事在场 那么我也听说 他对英文报的态度也比较不一样 对我们可能 他们说他好像那个铁拳头 对对对 所以感觉一两之后就觉得很放松啦 照实讲 不会说为老银河他什么 就讲他喜欢心的话 因为反正他要听的就是 你的意见嘛 因为你就应该 照实把你的想法告诉他 所以你们在跟他谈 讲华语的时候 是不是因为你占了语言优势 所以他就没有那么强硬 不会啊 不会啊 他在这种轻松的谈谈 他是很有把握 他也很有自信的 他讲得也不错 只是一些东西 民事表达不出来 有时你会帮他啦 但是没问题的 他还是应付自如的 在他当总理的时候 我还没有机会当记者 我还在念书 但是我就听了他的 这个国境群众大会 之前的 尤其是1990年 他担任总理的 最后一场国境群众大会 我觉得那场群众大会 蛮有意思 里面有两个点 我印象特别深刻 一个是他把他的 那个中文的演讲 放在他比较后面的地方 而且他提了两个重要的问题 一个是关于华文的问题 另外一个是关于 国家生存的问题 我们先谈一下 这个华文的问题 里面有个点啊 他是提到说 如果有机会回去的话 1965年的时候啊 他在那个教育政策上 他不会把那个 华文小学关掉 他会让新加坡人 读这个母语啊 尤其是华语啦 低语文到小学 中学才转读英文 如果我有机会 重复开始啊 到1965年 那个教育问题 今天的制作不会一样的 我一定保留那个 华文小学 方便得多 他当时的这个转变 您那个时候 已经跟他比较接近了 然后比较常采访 他的新闻 跟他一起吃午餐 他有跟你分享过 他这个思路的转变是什么 1990年 可以算是分水龄的一年 因为他在那一年 他就卸认了 把那个总理的职位 交给第二代领袖 所以最后一次的国庆 特别的倚重心长 一些重大的事情 要讲出来 那一年就是 对华语的听众来讲 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这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你刚才提到 他为什么把 在演讲的最后部分 讲华语 这从来没有过的 国庆群庸大会 永远是 华语最先 第二就是华语 第三 英语 英语讲到完的 那一年很特别 华语做结论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谈 我就先回答你 第一个问题 他那个时候 他提出 如果可以重新开始 可以重头来 他就保留华语小学了 其实这个不是 他第一次提的 我的印象中 他在一次反弹中 有提到 我忘记是之前之后 应该是之前吧 他就说 这个类似的话 如果可以重新开始 应该保留华语小学 一朝六年纪 那么呢 渡完小学六年 将一年的过渡期 让学生 掌握好英文 就进入 正式学校系统了 对英文为主的了 但是他那个时候 我注意到 他要这样做的目的 主要是让 这个中华文化 能够传承下来 就华语文化 能够传承 他认为这个价值观很重要 他可能发现 那个时候 很多这个 优良的这个价值观 文化价值 已经流失了 所以他有点担心 当然这个也有语文的因素 后来的这个演讲 或者发展 他也注意到 华文比较难学 但是如果你在小学 就打好基础 就容易得多了 六年的华文底 你将来 哪怕你中学大学 都用英语 将来职场上 你出国 中国这个做生意 还需要的话 你可以很快地掌握的 李光耀在那个时候 有提到说 小学就先让他们学华文 然后到中学才学英文 当时他关心的那个问题 主要是什么 保留华文小学 就是六年的华文小学 他比较关心 我觉得应该是 华族文化的传承问题 他可能那个时候 已经觉得 这个华族的一些优良传统 随着新加坡的发展 现代化等等 西化的影响 所以已经流逝了不少 所以他有点担心 从后来的发展 也看得出 就是他也觉得 在小学 如果能够打好华文基础 哪怕你后来中学 大学英文为主 将来要再重新开始 在职场上 如果需要 在中国做生意 需要的话 还可以很快的 比较容易的掌握好 可以学好 这个需要的华文 所以主要两方面 但那个时候 可能重点是 在文化价值的传承方面 那个时候 好像新加坡的 社会结构 也开始出现一些变化 尤其是家庭的结构 因为很多时候 早期都是三代同堂的 所以至少家里 还有祖父母 可以灌输价值观 但是在八十年代以后 新加坡经济 飞速发展 然后祖物越见越多 每个人都可以 一成家 就要有自己的房子的时候 小孩子很少机会 跟祖父母在一起 主要就是这个问题 一方面就是 传统的价值的 有些方面就是语文 就是至少如果祖母 不在华语也好 方言也好 还有一种 这个华语华文的因素 后来也就没有了 社会变迁的关系 那个时候 这个华识的感觉是如何 因为九零年他说了 但是后来他交棒了以后 这件事情 我们没有看到发生 甚至到后面还有 觉得学华文学得很难 是不是要降低 华文的水平的这个问题 当时那个大背景是 如果讲华文教育的话 1980年拿大关门 这个是对华识来讲 是一个很重大的 一个打击 一个很大的问题 1987年 传统华识要走入历史 所以他就赶快用一些 他选中学 中学然后小学 保留这个华文的 这个低语文 但是恐怕就是太迟了 语文许准降低相当快 因为夏末很现实的 他直接的 这个就是政府的信息 要你需要英文 所以那个时候 华识的这个信息 已经是当然不很高兴 所以我不晓得 这个1991年的大选 习同党一下子 失去四个席位 那么他们能分析 就认为说 这是一种华识的 一种抗议的方式 一种信息 问题是 到那个时候 要改变这个交易度 我觉得是非常困难 因为比如说要小学 重新强制所有的 这个华诸学童 学华文帝文 我相信很多家长 会反对 特别是 小出生的家长 他们会觉得吃亏 可能后来 为什么没有实行 我不知道 但是我感觉到 可能不容易了 已经晚不回了 不能够从头开始了 可能他当时也是 意识到这个问题 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那么简单 你要实行 才非常困难 而且这可能 会有很强烈的反弹 也可能有一种 另外一种政治的后果 也是 不过你刚才提到 91年的大选 确实他失去的 四个议席 主要除了30中之外 另外三位 他失去的 都是给男大生 或者是比较华文 比较华文的 林小敦不像 不过他还是 有讲华文的 但是主要是 有讲才证 有增强 总之那个时候 我们看到的分析 看得出 他是认为 这是一个华社的一种抗议 所以那个华社的抗议 是在一定的程度上 如果没有那一次的大选 搞不好 可能会更快的 能够让华文教育 能够再加强回来 但是那个时候 可能是在政治上 会反而是 变成踩了一点刹车 也可能 这个可能要学者 分析一下 不过在那一次之后 就你刚才有问我 说这个印象 比较深刻 在犯局中 其中一个结果 就是在这个 91年大选之后 他就指示 一些年轻的部长 跟这个华文媒体的 报章的这个 总编辑 高层人 吃饭 一起吃饭 强制他们一定要用华语 所以我们应该 给他收学费 因为我们是他的 华文练习老师 我觉得不容易 因为他们只讲得辛苦 也可能完全不大要讲 可以讲的 本来是基础比较好的 所以就是我们几个 就陪他们吃饭 都是主要在星期六中午 星期六中午还要陪他们吃饭 练习华语 我忘记经过多久 可能也发现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就没有再继续了 但是我们现在看 也是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我90年代 中期左右当记者的时候 那个时候去采访 很多高官都没有办法讲华语 就访问的时候 他们都不讲华语了 但是近年来 我们其实看到 比较多年轻的部长 他们的中文是比较好的 但是现在的那些年轻部长 很多就是我的同龄人 我们大概就是比较属于 末代华校生 至少小学是念华校的 这一代 所以现在回来看 中间的这段时间 到底我们这个政策 是帮助了我们现在 更多人懂得讲华语 还是其实有让华文的水平下降 你所提到的现象 就是90年代 你华文高官 OK 你不要忘了 以前这些音效 是可以不用学第二语文的 或者说你可以选马来文 所以很多那个时候的部长也好 高官也好 是不懂得华文的 完全没有 或者是华文水准很低的 或者甚至没有学过华文的 他们可能是被逼 从政之后才开始学一点 不过很难了 后来这一些 就是已经在开始 实行双语政策之后 你要找到可以讲华文的 又适合从政的 可能相对容易一点 所以你会感觉到 好像比较多会讲 那个就可能是 双语政策的一个成功 不过我觉得呢 可能就是 要看那个数目吧 普遍来讲这个华文水平 然后不要去 从一个很高的水平 降落下来 这样子 在比较低的水平 那个可能有了 就是双语政策实行之下 达到至少第二语文的水平了 如果考试中式 O-Level 机构 还可以用 至少到那个时候还可以用 不过当时 大概也能够掌握 精英跟精华两块的年轻人 或者是一些官员的话 应该都是相当优秀的 因为他能够 两种语文都能够掌握 对对对 他们本来就是优秀 也许他们在物色 这个从政子中 也注意到这一点 可以找这些 所以后来 他在2011年出了那本 新加坡的双语之路 我一生的挑战 这个思路 因为他是卸任了 就卸下总理的位置 前线之后才出这个书 他在梳理这段过程的时候 您认为他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他在这段时间 有跟你们谈过吗 那个时候 那个出这本书之前 我们发觉 他好像真的是很担心 非常忧虑 他发现这个华文的问题 华文水平的降落 比他想象的还快还糟 严重了 所以他就把这个 当作他最重要的 最后的一个任务了 所以做了很多事情 他还撕离那个什么 教研中心 教研中心等等这些东西 就是希望能够多少做一些补救 所以我感觉到你跟他谈话 那个时候 从他或者是食人电邮中的 对一些有问题的办法等等 你看得出 他对这个问题是很担忧 他真的是担心的 不过我们都觉得太迟了 所以那个时候不只是说 他公开的演讲 你们私下跟他接触 也可以感觉到他深刻的这种忧虑了 是的 所以这个波斯湾的危机 是相当重要的 决定将来的世界 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 我希望这个危机 解决的办法是 维持世界的安全安宁 然后回来那个90年的那场 全宗大会 另外一个也是很有意思的课题 跟这个硬道理也有关系的 就是新加坡这个小国的 生存的硬道理 因为当时也面对这个波斯湾战争 还有其他的一些威胁 然后我也听了前面一些群众大会 他其实对这个新加坡的生存 一直都非常担心 您从这段时间跟他接触的时候 在这方面 因为你的文章里面也常常提到 新加坡的这些外交上面 面对的一些问题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整个思路 怎么受他的影响 这个90年的群众大会 就是第一次 以华语的演讲做最位 当然不常了 他故意讲这一段 你从那一段一听 你就立刻明白他的很清楚的信息 因为他这个群众大会之前 差不多两三个星期 伊拉克公然的侵略 他的邻国 科威特 这个小国 这非常严重 是公然侵略 新加坡对这个大国 侵略小国 是非常的敏感 非常重视 立场向来一向都是很明确的 比如说1975年 这个印尼侵略东地温 他直接就派进进去了 那时候东地温 要脱离 不得要独立 派进进去 新加坡跟印尼关系很好 李光耀跟苏拉多关系很好 那时候就联合国 一直要谴责印尼 所有的亚西兰国家都反对 反对联合国 对 要谴责印尼 新加坡是唯一的 当然不可以支持 这时候他就真的是 整个关系 是会完蛋 所以就去前 整个关系已经很严重了 非常严重 印尼已经很不爽了 苏拉多本来好不容易 从1965年对抗 马来西亚成立对抗 那么这个苏拉多 政变之后上台 建立起很好的关系 跟李光耀 就发现就有人动了 所以看得出 第一次新加坡对这个问题 表示对大国侵略小国 或者对任何公团侵略 表示反对的立场 那么这个后来 越南侵略节目在 也是很明显 这一次又更加严重 这个邻国将近 那个时候我记得 吴作东还讲过 但是吴作东是副总理 他还因为这个事情 他讲新加坡 我们的处境 也是跟科威特一样 要小心 马上引起 印尼跟马来西亚的媒体 就攻击了 印尼跟马来西亚的 爆章攻击 小国 你说这什么意思 多少都会得到 国内的政治的认同吧 他们在批评的时候 我相信是 就是因为很明显 你这样讲 说新加坡处境 也是相似 什么意思 就是处在 跟科威特一样的 就是讲 另外两个大国 可能会攻击我们 就是侵略我们 是是是 从这个 你就可以看得出 那种处境的 这个敏感 李光耀 在那个 群人大会上 他之前提了 英语演讲 我这个 特别用我话语演讲 这一段来结尾 我就是以众欣赏 因为他已经要卸认了 他也说 我们一定要坚持 希望在一个 国际和平 不管大国 小国 都遵守国际秩序 国际法的 这个环境下 才能够生存的 那么他也警惕国人 就是不要把我们 现在的现状 当作理所当然 会改变的 所以我觉得 他用华语演讲 有这个信息 我们是要传达 所以新加坡 从独立以来 这50多 接近60年来 这个立场是很坚定的 新加坡人也 一定要常常记住的 我们虽然小 可是也有我们的办法 麻雀 学小 无畅俱全 只有要一个智力 那希望 将来的新加坡人 很过去的 是一样的 有那样的 自尊心 感受 我记得他讲到 虽然小国 不一定能够 左右一些事情 但是小国还是 麻雀 虽小 无畅俱全 包括就是国防 国防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没有 这些自卫的力量的话 你就像科威特这样 马上一下子就被清点 但是邻国 可能要清点 没有这样容易 所以他有把握 做出 我们是有办法的 对 我们就算那个军队 再怎样也会 要制止别人 想侵略我们 就让他想都不敢想 老实说 我看战略这个 都大家要讲清楚了 你不能够让敌人 接近我们的这个边境 对 就是敌军 然后另外一点 就是您在报馆 可以说是 目前任期 才是最长的 一个找报走逼地 还有活着的 对 还有活着的 就是联合找报来讲 在这些年里面 尤其是你是在处于 国家已经比较稳定的 这段时间 发现这个建国总理 他跟华文报 或者跟报馆的关系 是怎么样的 他怎么表达 他对我们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对我们 做一些事情的想法 还有觉得报纸 应该是一种 什么样的机构 在这个社会里面 对于报纸 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看这个大家都有共识的 就是这个媒体 这个报纸 是必须为国家利益服的 其实我们的编辑方针 以国家利益为重 这个是第一点 那么媒体不是民选的 这个政府是民选的 所以他一向认为 不管是哪个媒体 外国媒体 你不能够来告诉我们 要怎样执政 但是你还有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上情下大 下情上大 不只要把这个政策 很清楚地向你的读者解释 那你要把这个民众的意见 不管是正面负面 肇事反映出来 所以他对这点 他没有质疑到 他不会来干预 说我们不能够批评这个部分 他不会的 那么他跟我们接触的时候 是在这种背景下 这种共识之下谈的 所以他谈的是更大的问题 他要了解我们的看法 对国际一些问题的看法 跟邻国关系的看法 等等等等 他也在这个过程中 也告诉我们他的想法 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就是 在这些探机之中 了解 听他对一些问题的分析 学到很多东西的 所以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 他的接触面那么广 不只是国际的政界 还有商界 他一些很大的一些国际的 基国甚至有当过董事之类的东西 邀请他做顾问之类的 所以他的那个整个的知识库 不得了的 但是他的了解的问题 他的分析 他的动静力是很强的 我听了他的好几个 过去的群众大会 建国总理 他不只是一个政治领袖 在很大的程度上 他到外国访问 或者他观察事情 或者他看书 他也跟银行家接触 不管经济方面的文化 还有各方面的思考 都蛮深刻的 所以你们在跟他吃饭的时候 是抱着一种怎么样的心情 我觉得我想象 好像是去听lecture 不完全是lecture 你要懂得问问题 去吃饭 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 国际的新闻等等 就尽量问他 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了解他 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那个时候不管发生什么大事 有很多这类事情 石油危机等等 经济危机等等 这些都可以问的 他就跟你讲 就是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 当然他也会问你一些问题 你就是照你所知的答复 回答他 所以在这十几二十年里面 当报业老总的时候 我可以想象 那个时候 大概是一个很幸福的位置 因为除了自己 可以接触到很多知识之外 能够接触到 这些很高端的人 很高端的领袖 在这个过程之中 学习的 应该比报导的还多吧 主要就是他 如果你讲说接触的 后来吴宙多做总理之后 就没有这样平凡的饭局 那么他就是如果 他也吃饭的话 也是华文报跟英文报在一起的 然后他就用英文的 所以最主要是 当然李光奥这样的人 他可以吸引很多人 那个时候从政 也是因为他的原因 他的个人魅力 学很多东西 所以你说幸福 是啦 但是比工作都就很不简单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工作压力 不同的压力 他那个时候的一些政治事件 跟反对党 跟家人 那么一些 一来一往 那个报导起来也是要很 很清光解释 很长的 而且是这个不容易 因为那时候 很多就不像现在这样 有这样多工具 你是记者要听了路的 还要回来查证的话 不是很容易的 您刚才说他很有政治魅力 我在看这些群众大会的视频 什么时候 觉得确实是 他讲话的时候 那个不急不缓 而且不像现在 如果你不好好的表演的话 好像就不行 他以前还可以真的随心所欲的 想到点讲什么点 然后大家都很专心的听 但是你现在看一下 从政治上来讲 他也是一个政治手腕很强硬的人 所以当时的社会氛围 是不是也确实是 对他的这个政治手段感到害怕 他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你记得就是在2011年大选 你比如说 这个2011年的大选 阿隆尼集选区 就这样第一次走出后港 挑战那个集选区 那其实非常紧张的 可是李光那时候就出来 讲了一句话 后来大家都知道 对 我知道 大家都知道你会repent 他就说发出警告 如果你们投反对党 你们会忏悔 非常重的话 在以前他讲这些话 没问题的 在过去这些话 在新加坡充满记忆感的时候 还没有站稳 这个脚步的时候 那个时候动弹的时候 这些话是管用的 人家会听的 这个什么时候了 人民生活已经富足了 不怕你了 对 所以不同了 所以后来他可能 也会讲这一句话 他自己感到后悔 对对对 可能repent的是他 不过有一点很有意思 就是他在2015年 去世的时候 大家可能对2011年的记忆游行 就觉得说2015年他去世的时候 都不知道人民会怎么反应 但是全国人民都给予他非常高的敬重 可见大家还是很认同 他为这个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 对对对 我看这个是有目共睹 你从那一场商礼的那种人民排长龙 排这么多小时 晚上就这样去排 非常感动的 而且大雨中送账 非常大的雨那天 所以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人民对他的尊敬没有改变 不会因为2011年 就是知道他是这样的一种个性 知道他一种看法 但是一直是非常尊敬他的 所以这点是无容置疑的 他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政治项 在国际上也是备受尊重 到现在为止 好的 非常感谢老老总 宁润君先生 专程到报业中心来 谢谢你来录制我们这个播客 我们今天再次感谢你 谢谢邀请 还是应道理吗 由联合早报音频组制作 这期的旁述 陈素军 录音 蔡佩杰 播客编导 王文艺 李怡倩 吴婉军 监制 何希威 黄子琛 还是应道理吗 播客系列 可以在联合早报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欢迎你点赞分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